那現在就是躺下會睡不著 起床的時候 你的頭腦會霧霧的 你有時候起床的時候 你都會感覺餵食到膩油 接觸到一個客人 真的就是上市上櫃的老闆 已經不是身價破壹 是月收破壹 那一週我領了454860塊 大家還記得我一年多前訪問過花明公主的台北南公關嗎? 現年33歲 天秤左昌 都是店排第一名 現在她已經金盆洗手 正式上岸了 所以就來到我們變聰明的時間 要來深入的請她教教我們 因為她說她的外表在南公關裡面 其實不算特別好的 她完全是靠手腕取得第一名 都是客人送的 都是客人送的 我不是一個會去跟客人主動提禮物的人 因為聽說你好像都是在現金的部分 有的薪資表 做了三年的薪資表 請帶我們開箱一下 好 沒問題 她是第一名 第一名說禮物沒送什麼 那這個原則上就是我三年的薪資單 像以這些來講 我上了六天 一個禮拜上了六天 然後每天都要喝八個鐘以上 然後可能賺四萬塊 然後這邊可能 你看這個是直接喝七天 結束就一節十五分鐘 一節是十分鐘 正常的薪資單大概都是這樣 比較不一樣的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 特別大 像這個就是活動週 那我們可能就獎金可能七萬八萬十萬 那通常我都會在這一週出動 我都把這一週可能全部都扣過來 那一週領了四十五萬四千八百六十塊 而且我跟你們說 其實我第一名的這件事 它不是件偶然 我是非常的認真去思考該怎麼做 就像這個東西就是 平常我們沒有什麼活動 看獎金就是一萬 每個人都有 就是你只要打標就有 不是打標 是整間公司的當週排名 那我們公司最少有兩百個公關 所以你是兩百個公關裡面的第一名 那一週的第一名 那一週的第一名 對 那一週的第一名 好累喔 一週完就要重新結算 是 其實蠻難過的一件事啊 就是那時候我坐起來 然後客人可能會把我點進來 然後他們第一句話問我的都是 你憑什麼第一名 其實這個蠻受傷的你知道嗎 是你你會怎麼會 好難喔 你怎麼憑什麼第一名 所以這時候我就會回他說 這個世界上總有一些 會欣賞內涵的男生吧 喔齁 那甚至遇到一些可能比較激進的 啊那個誰是誰是長那麼帥啊 怎麼都沒有第一名啊 我就會說沒關係 長多帥我去整 我就會這樣跟客人講 然後客人就會笑了 之後就會回來找我們 公主把我約來 他有講到一個非常大的重點 因為我在一年前就訪問過他嘛 但他說他一年前因為還在職 所以有所保留 但今天呢他已經卸下了 男模男公關的這個身份 他現在可以來 他報料 他說 他現在趕出來講的都是三線 也不要說都是三線啦 應該是說真的做的 非常非常好的公關 其實大家都會比較想要低調一點 畢竟在這個行業 那沒有到這麼理想的公關 他們會想要藉由曝光度 其實在這個行業 我們先撇開不好的 真的學到了蠻多 譬如說口條反應 你真的會變得很會的做人處事 跟什麼時候該講什麼話 什麼時候不該講什麼話 金門洗手後的 我現在開了一間經紀公司 中介男模嗎 變成中介他們的人 你有吃過什麼虧嗎 就是你以前不會講話什麼 哇太多了啦 因為你以前很菜 你不懂的 其實有時候客人在問你話 都是在給你陷阱 你知道嗎 譬如 譬如說有一個客人 他就問我說 欸那個公關是不是通信店 然後那個時候我很菜 我就覺得他應該是 然後我就傻傻的說 哦好像是吧 嗯 我跟你講不得了了 這整件事炸開了 就甚至後來有很多時候客人把我點進去 就是一直灌我大杯 我就不懂為什麼他們要這樣 是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是這件事 要借你的嘴去講別人 然後再渲染這件事情 哦 其實在這件事啊 我們學到最大的教訓 以後客人問你任何公關的事 或者是譬如說 這客人他原本很喜歡這個公關 哦 可是這公關可能他們兩個就是 啊可能他感情隨便好 什麼之類的 闖架了 所以他可能就點我了 講他都壞話了 哦 然後要我附和 那你怎麼辦 一附和就死了 可是這種一定要附和 因為你就不知道怎麼辦 哦哦哦 錯了 我的個性我會直接跟客人講 不好意思 我不評論別人的事情 我了不起我分享我自己的事情 我不去批評他們的事 對 但是我可能會講 哦這公關可能我跟他有發生過什麼過節啊 啊那是本來就是我跟他的事嗎 可是你也會生氣吧 你幹嘛把我們過節到處講 嗯還好 因為通常我講的都是別人先對我不好 哦OK 因為你做事情比較圓滑 那是後面被訓練的 其實前面我也是被弄的到處都是啦 哦OK 但我之前真的有聽說 就是別的老闆就跟我講說 他很喜歡去酒店小姐裡面找業務 他是真的在找業務哦 因為他說很多酒店小姐 他們其實做起事來就是很認真 然後他真的找去他公司上班 然後在他們公司業績很好 這個是真的 你們仔細去看各大酒店的第一名 不一定是這間店最漂亮的 但為什麼他們是第一名 你夠帥 你夠高 你有先坐下來的權利 來坐這邊 姐姐這邊 但是 但是原則上 你如果就是一個花瓶 不會點你二三次 什麼你可能三十分鐘就把他卡走 哦真的哦 真的 因為我是要坐下來陪我玩 陪我開心 聊天 客人都直接講說 啊我又不是來這邊談戀愛了 我是來這邊開心的 哦對 他們不是為了談戀愛 是為了開心就開心開心就談戀愛 對 哦OK 對 好像是 對啊對啊 對對對 我們每天的收入 就是來自於我們的時間去換 我們男生的薪水 又比女生少 所以幾乎每天都在上班 我們男生賺的錢 真的就是要喝出來的 假設我今天是一個漂漂亮亮的女生 你要追我 我都不下了 後來都不下了 有這種風 就是如果我很漂亮的話 愛又會散個奶 假設是一個男生的心態來講 是 我就捨不得你喝了 好來囉 立場對調 換男生 哈哈哈 你不要再給我弄嗎 我喝不下了 客人會說你給我出去 對 他就叫我出去了 所以身體壞掉 那現在就是躺下會睡不著 起床的時候 你的頭腦會霧霧的 你有時候起床的時候 你都會感覺胃食到泥流 據我所知你好像是很會講話 因為就像你說 你不是以外表取勝 欸你這樣就過分了 就是你剛剛講的 我是套他的話 過分哦 這種就是要把他趕出我家 你知道嗎 沒有啦 沒事 好 我的意思是說 這邊有沒有什麼 一些特別的故事 你的戀愛故事或什麼 就像你剛剛一進門 你說砸你門後來走 你一定是要給他希望 所以他才會這樣 那為什麼只對你 不是對別人 哦 這個就是一個 嗯 蠻酷的故事 就是 當時我在店裡面遇到他 我就看到他 我就中 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是就是看台 就客人坐著 啊我們就要站一排 然後說小姐好 那時候我心裡想 哇 這個女生蠻漂亮的 我第一個想法就是 我要怎麼樣坐下來 剛好 她當時 打了一個噴嚏 我就二話不說 抽起 衛生紙就訂給他 你還在那邊 小姐好什麼就這樣 我還是小姐好 她就打開 我就抽起來 訂給他 她就抬頭看了我一眼 就說 做 哦 OK 這個衛生紙 把我帶來多少的效益 這就真的是一張衛生紙哦 他是酒店幹部 他每天大概兩點下班 三點一定來我們店裡報到 哦 然後他來我店裡的報到的第一件事 就是跟外面的行政說 買到下班 第二件事叫做 你今天餓你餓不餓 我一定都說餓 今天我一定都說餓 他直接就在店裡面 真的就是叫一桌菜 來給我吃 吃完囉 累了嗎 我累哦 他叫少爺啊 枕頭面被 就叫我睡 我睡在旁邊 他繼續點公關 陪他喝 喝完了 我睡醒了 我們再一起回家 他真的是把我捧在手掌心的那種疼 他對你好到你不可能不愛他 只是 覺得就是這麼好 所以相對的 他不好的時候 也是蠻可怕的 例如 例如就像他 有時候很容易情緒失控 你們在講話就突然爆炸 然後他就啪就給你一個巴掌 哦你 等一下 過小白臉的生活 是不至於到小白臉 但就是 他就是會很容易爆炸 而且他來我家是那種 只要你讓他講他不開心的 他就啪 就直接把所有東西都打爛 東西都往我身上飛啊 什麼啊 然後我鬧跳囉 哇 對我全打腳踢 然後分手之後 他就想要復合 我就不要 他就殺到我家 把我的門把拆了 砸我家的門 然後我就報警 叫警察把他抓走 是酒店小姐變成幹部的吧 很多都這樣 嗯 是 所以我就知道很多警察小姐 甚至下班去找你們 就他們辛苦這樣喝酒喝來的 然後又這樣滑掉 就這樣一直循環 是啊 那你們會就是勸他們不要這樣嗎 會不會有那種天人交戰那種 一定還是會 所以其實像有些喝 比如說假設我很喜歡你這個客人 那我們喝了一陣子過後 我就說欸不要那麼常來啦 就還是要來一下 不要每天 因為我還算蠻會經營客 所以我比較少扣客人來 就是其實在我快上岸的時候 我有接觸到一個客人 真的就是上市上櫃的老闆 已經不是身價破譯 是月收破譯 真的假的 對 就一去到家其實當下你有被震撼到 都越收破譯 越收破譯 像是你跟我講的那個嗎 是 對對對 很厲害 那個牌子是全台灣人 一定沒有人沒聽過 然後廣告會空打 狂打 各個捷運站都是的 而且你們只要坐計程車 計程車有螢幕 都在打他的廣告 這有點明顯欸 這有點明顯 沒關係沒關係 如果猜得出來 就很大 那你們也很厲害 對 做這個工作 你會接觸到很多 你平時接觸不到的人 對 真的 但是當你真的接觸到他們 就像以我這個月收破譯的姊姊就好 你會覺得其實他 窮得只剩下錢 終於覺得很像誇獎 當下你會覺得 哇 就是豪宅欸 可是80還100坪吧 就只有他跟他的費用 欸 他有先生小孩嗎 就禮婚了 然後小孩都大了 跟他一起走 然後那時候有 有跟我談啊 還有跟我談 我要找一個可以 陪我吃喝玩樂 共度餘生的人 這樣子 這樣不是 畢竟我們兩個在聊嘛 那一定會要談到價錢 可是又不可能很明顯說 欸 我一個月給你多少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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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不會直接這樣講嗎 不能這樣 也不會 他們就用暗示的 然後結果他就講了 第二句話 我上一個男朋友 八年拿了我七個億 我瞬間 在書上有寫過一句話 他說啊 人生發財致富有幾種方法 第一種叫做當業務 第二種叫做當老闆 第三件事叫做 找一樁可以為你帶來財富的婚姻 結果我好像找到了 哈哈哈哈 最後我還是拒絕了 我拒絕的超帥的 我直接跟他講 林北只有在包人 沒有在給人家包的啦 你這樣講 我就這樣子講 很帥嘛對不對 然後很帥我就走了 好 回到家樓下 我就開始哭了 我是不是做錯人生中 一個最重要的決定了 哈哈哈哈 震撼感是你 我們不要說七個億啦 我覺得我這輩子都不知道 我們不能做到一個億了 對啊對啊 而且你知道我們兩個在那個時候的接觸 我們每天就是 吃喝玩樂 你們知道跟這種人 月收入破億的人出去 你們會真的知道 原來這個世界上 真的會有人是已經做任何事情 他是不需要去看到價錢 就像那個時候 我們都會去他家喝酒 喝酒有時候可能就聲音會比較大聲 他們那邊是一層是兩戶 對啊我就喝酒可能就比較嗨嘛 我們就突然問他說 我說我會不會想要太大聲 會不會吵隔壁鄰居 他說不會 因為對面我也買下來了 欸我能理解 為什麼你說他窮的只剩下錢 因為他如果不孤單 為什麼要花錢找你們 所以他自己的朋友那些 他沒有朋友 他真的沒有朋友 應該是說他的朋友 都是跟他一樣這麼厲害的人 對 所以這種人是一定不可能當朋友 他們就是 就是有點 他們可能其他有自己的家庭或什麼 沒辦法這樣配他 我覺得他想找一個跟他的世界三不沾的人 就是 對對對 三不沾我什麼都能跟你聊嘛 我什麼都能跟你講嘛 對 因為我之後有些北部的女生 他們要做酒店小姐會跑去南部做 對三不沾啊 就是封平 就是都沒事 而且其實跟他聊天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就像 你們覺得月收入破億的人 他們麻將打多大 哦 四個老闆都月收入破億的哦 他們之後可以打麻將 你覺得打多大 千萬 10塊5塊 啊為什麼 打這種感覺嗎 我剩下好幾個億 贏好幾個億 我們打多大有意義嗎 哦 對對對 他們還會為了 就是那種啊 我贏 然後我可能只是贏個三百五百 然後在那邊查賬 就是那種身價破億的老闆 原來當這些已經對錢 已經是沒有什麼的人 哦 原來他們 很扯 欸 是 越收破億耶 比周杰倫還會賺啊 要越收破億 周杰倫是他的鄰居 他還跟我講個小秘密 他說 周杰倫在那種房子 貸款了三億 還兩億 他說 周董 他購置了太多房產 對 好 然後他第二句話就說 我們這邊全部都是現金買的 我說哇 我覺得他真的就是跟郭台銘一樣 已經不是為了賺錢而賺錢了 他的喜歡那種贏的感覺 是 就是那種 我想要讓我的企業更好 更大 就是任何事情 而且他們的思維邏輯 他們是跟一般人不一樣的 他跟我聊到過 可能在創業的過程中啊 發生了很多事情啊 被騙啊 可能什麼最低人生 真的就是什麼 負債什麼 一兩億什麼的 正常負債一兩億 應該都可以活得下去 都已經很了不起 他說沒事 我就把一台賓士車賣掉 然後我就全力拚 又不用拚起來了 對 那個女生 她是本身家境就很好了嗎 沒有 她都是靠自己 她非常 她的觀念 她是成功的故事 我們往教育層面 比較深入一點 去思考這個問題 你想想看 你在你 人生最巔峰 最精華的時候 你被她給包起來了 我們給你一個月就算 五十萬好不好 五十萬啦 好吧 我們就算五十 那包不可能一輩子嘛 一定有個時間嘛 給你五年好不好 五年以後 你覺得這個人 他真的留得住這錢嗎 這五年來他學到了什麼 我告訴你 他學到了好吃懶作 跟吃喝玩樂 欸 你的思維很深喔 你覺得你跟一個這麼有錢人 他真的就是每天帶你吃喝玩樂 那個時候他真的就是 每天帶我吃喝玩樂 你真的是生活已經習慣了 是 而且你們的價值觀 會整個被他帶到 都偏掉 你怎麼會偏掉 嗯 你是不可能回到正常的工作 而且再來 你的人生歷練都在那個瞬間停止了 這是你最精華的年紀 你知道我在這個行業啊 我真的是看了太多太多東西了 我二十九歲進入這個行業 大家不要看我好像現在很成功 我們去反思 那你為什麼會進來這個行業 對啊為什麼 那肯定就是你二十歲到三十歲之間是失敗的啊 我講實話 我這樣問好了 如果你二十八歲好了 你二十八歲你有一個很穩定的工作 可能一個月有個 我們說六七萬就好了 嗯 你有可能突然放下工作跑來當 難摸 應該比較難 聽說你會追女生嗎 自從做公關以後 以我來講 因為我本來就不是一個 走帥的那個路線公關 我就是當好玩的那個路線公關 我們正常 我們基本我們玩遊戲都是玩賽子 所以我們都會可能就是賽子嘛 那我最喜歡跟客人玩一個遊戲就是 那我們賽一顆賽碧 塞的點數比較大 然後我們就賽 然後之後我就會默默地說 你的賽子有這個大嗎 哈哈哈哈 這個很重耶 這已經很重啊 你再試一次有我的大嗎 這個很重 你重 而且客人如果說到六的時候 散到六 客人還裡面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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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多大你給我喝 然後我就直接這樣 XX給我這顆大嗎 這個很重欸 唉 你真的拿來買的啊 蝦皮 厲害欸 是啊 我底的好好笑哦 是啊是啊 這個朋友之間也很好笑耶 是啊是啊 我們就是個業務 我們就是商品 怎麼推銷你自己 我在這個行業啊 我做了三年 我沒有買過精品 真的沒有 我給你拍手 而且你知道我們要系皮帶 我都去買那種夜市的 我都會跟客人開玩笑 我說欸 我跟妳講 我昨天買了一條皮帶 超貴 然後客人就開始猜 一萬兩萬三萬 那因為是路邊攤嘛 我說來這品牌有沒有看過 一定沒看過 因為是路邊攤 我看這什麼品牌 我買精品買那麼多 沒看過 我說這厲害了 這超貴 還要開始猜一萬兩萬三萬 怎麼可能超過三萬 你先拿給他看嘛 沒有我就給他看一下 就給他看一下 然後他就說 好你公布答案到底多少錢 三個夜市六九九 然後客人就會一直笑 一開始客人 其實啊 你一定會去撩他們一下 首先啊 就是一開始 所有的感覺就要好 我就說我在這個行業 第一個要學說話 很多的 新來的公關 他們可能一坐下來 要跟客人敬酒 他們都會這樣 欸喝一下 男生就這樣 好 就是 就是我就覺得 喔天啊天啊天啊 這不太行 這不太行 我的流程呢是 美女不好意思 怎麼稱呼 我是公主 咖啡跟你喝一杯 可以啊 你這樣子講 感覺一定就好了嘛 是 然後可能看著喝喝喝的 玩遊戲之後 我就會可能講個笑話 甚至是會給他有一些互動 譬如說 假設你時刻了 欸 我最近養了一匹馬 啊你知道是什麼媽媽嗎 然後我就會 親他一下 就中 真的親嗎 真的親 我真的會親 一定中 九成九都中 我們去想個點 你站在前面 他點你坐下來了 怎麼可能會不想要跟你有互動啊 你好創 對對對對對 在這個行業你就要去思考 他們在想什麼 他們想要什麼 不要說什麼瘋狂愛上 起碼是稍微有個演員吧 對 所以有互動當然好啊 而且那種笑話也有慢慢來的 就像這種互動 都是我覺得 嗯 應該是不會被桑巴掌的 情況下 我們就在聊了一段 對對對對對 就像我跟那些年紀比較大一點的 姐姐們相處的時候 他們就是會希望你可以多稱讚他 真的需要被稱讚 女生就是需要被稱讚 真的真的 就像 姐姐都會跟我講說 哇 你知道嗎 什麼 哦 你才坐三年 我都已經喝了17年了 然後 你那時候看不出來 哇 這個就太弱了 我說真的假的 所以你從三歲就開始喝了 哦 哇 他聽了就很開心了 對 江湖上的用語 其實我們在這邊啊 有時候喝酒 都會打起來 其實有時候 客人喝以後也會 大型啊 也會對公關做出一些 我知道 你可以看上一集 你被潑水什麼的 被潑水 然後扯衣服 對 這邊可以看一下 那個時候 我的想法是 嗯 我 我要殺這客人 哈哈 那個時候 我覺得 哇 我要把他幹掉 那祝福你接下來的工作 轉換跑道 雖然還是在同一個產業 但 希望你可以順順利利 然後把身體養好 對不對 像現在加點的時候 眼睛 對不對 新鮮一點 新鮮一點 對 你們真的 如果有任何對 八大 不論是什麼 男公關 女公關 其實都可以私訊我 因為很殘留的情況就是 他們看到我的影片 就去外面找別人 然後自己跑公司 然後再跑 再跑過來問我問題 我就覺得他們蠻可愛 我說那你們都已經去找別人了 然後你們就可以問他們了 但是我必須說 我們頻道沒有別的立場 我們不作寶 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評估 是 就是有問題的話 我就非常歡迎 我喜歡交朋友 歡迎台踊躍提問這樣